这是第一次我们的协议会去台湾 立陶宛交通部政务次长艾格涅率团抵台 从7号到11号展开五天访问 下午出席记者会直言台湾是可靠的伙伴 民主国家之间需要互相支持 不过访台此举让中国外交部扬言进行坚决回击 立方一再违背承诺 是赤裸裸的背心器 对立方有关人员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恶劣挑衅 中方将坚决回击 中国对立陶宛喊话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尤其去年立陶宛同意我国以台湾名义 设立代表处之后 中国更对立陶宛发动贸易战 我国去年在立陶宛成立的代表处 是在欧洲地区第一个以台湾名义设立 中国驻立陶宛临时代办曲伯华 10号受访时因此强调 若立陶宛想和中国修复外交关系 第一步要做的是将台湾代表处改名 但直接撤掉办公室会更好 台湾跟立陶宛我们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自主权来决定并且选择 与世界交往跟发展关系 我们不会容许任何国家 以任何的理由来干涉或是打压 我方与其他国家进行的一个往来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立陶宛交通部政务次长 艾格涅率团来台 再让两岸震荡 冬神新闻之后报道